画面上三名学生轮流对着一名学生施暴 一旁还有人在录影 整个过程4号晚间在网路上疯传 本所于3月4日与网路巡逻时 发现流传一者国中生遭霸凌影片 本所立即调查案况 初步了解被害学生日前雨 施暴朋友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 警方立即转握双方身份并由家长陪同 答案说明 警方网路巡逻发现这起国中霸凌案 立即通知校方并且进行校园通报 我们接获警察局通报之后 我们申府组长也就是即刻的 也联络相关的家长 那也有陪孩子到警局去做 那个倒案的一个了解 从昨天晚上我们处理到11点多 然后刚刚早上9点之前 就是我们也开了一个小时的 紧急应变会议 案发后警方将市民试案学生 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 以请少年法庭审理 校方也紧急进行了解 5号上午召开会议 进行后续的相关处理和辅导 对于基隆校园传出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强调绝对是零容忍 全程的影片 那我也是非常难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 有零容忍以及长时间辅导惩戒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跟惯例 如果有人是吸血像片中的情况 索急 我们会长达半年一年 或许更长的方式 每个周末在他放假的时间 必须进行辅导 一样的我还是讲 我们台湾的法治 少年事件处理法 其实是会助长更多的少年罪犯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但是恶法义法 我们的少年事件处理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阳 保护这些少年罪犯 所以我们会依法 长时间的来进行辅导 我个人会主张 这些公级的学生 年轻人少年 要接受长达一年或更高的 每周末少年队 以及少府会的辅导 那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也会持续下去 就是要告诉 所有这些少年罪犯 如果你做了这些暴力及不法的行为 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 长时间的辅导与惩戒 校园出现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梁要求教育处等单位 积极投入辅导资源 针对事案的学生 都要进行至少一年的辅导和惩戒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